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江江三元熊 贾辉 恭喜你啊 恭喜我干嘛 这马年过去了嘛 听说杨年更糟糕 听说对我对我 我就是杨 你是本命年嘛 本命年嘛 本命年啊 可是本命年 所以我就要跟你在一起 因为有人说 我的命啊 跟杨 杨是那个五行里面熟金嘛 金木水火土的金 跟我相冲 那我问那个大师啊 有什么方法可以解救 他说找一个比你更倒霉的人 总定跟他在一起 所以我们有事没事 就打电话给文涛 我来找你好嘛 没错 刚才嘉辉还又劝我 说像你这么有钱的人 是不是应该把亚氏买 有钱要任性 对对对 这就是你任性了 买了买了 我们从早到晚之后 那个各位观众 又是我们三人情 从早到晚都是我们 这可能会火耶 对亚洲电视枪枪台 是吧 你不断重复 咱们这个义军 这次是刚刚结婚归来 是吧 我参加婚礼归来 简称嘛 而且是到一个 我最近经常提到的国家 印度 这个印度啊 他刚回来 印度的这个婚礼 当然就是我本来是要讲 印度的坏事 但是容许你先讲讲 印度的喜事 看看义军参加的这个婚礼 给我们介绍一下 跟宝莱乌一样嘛 就穿成这个样子 很热闹 三天三夜 然后呢他下面 这是他们俩 这是富二代吧 对算 他的这个珠宝啊 你可能看不清 我以为就穿金带银就算了 人家这个珠宝是扛枪的 有一队人在外头送过来的 女家出的 对对 谁出的我不知道 反正是很贵 这个是他们家 他们家就是前苏联的那个领事馆 就是在当地的 就是他们家一院子 还不是整个 这是他们家的 领事馆是他们家的一个院子的一个部分 私宅啊 这是私宅啊 这不是印度土豪吗 这不就是 这是的 他那个婚礼一共有三天换三个店 这是最后一天在一个高尔夫球场 搭的跟白宫一样 外头就是垃圾山里头 就是里头就是像白宫一样 这个是这个婚礼太长了 刚开始兴高采烈的 后来脸都搭了下来了 这印度新郎 有点咖喱劲了 其实看起来还不够体面 我三十二十多年前去过 也去采访嘛 其中也是看婚礼 我记得我那时候采访 他那个有钱人嘛 那时候还没流行说什么土豪 这是豪门婚礼 门口啊 排了几百人来讨饭的 讨礼物的 在门口啊 就像令我想起以前看中国的小说 说真的中国以前乡下的土豪就是什么 自己家办喜事 喜事 然后总要做好事 也有 师舟送钱 门口几百人啊 那场面真是震撼啊 然后那个对比 里面的人就是穿金带银 外面的人真的衣服都没得穿 我记得我在跟那个摄影师啊 站在那边采访 好怕 因为所有男人就看着我 听说他们犯罪很严重 不只是 对男人 不只是常暴女生的 我出发去采访前呢 我的印度朋友叫我最好 包包随身带着安全套 对啊万一 你当年还是小鲜肉 男生一样的 我就带着保鲜 不是保鲜套 安全套 没有安全套 用保鲜套也行 用保鲜膜 就是说以防嘛 just in case 假如好吧 假如你坚持啊 就是要要保护技术 卫生啊 对 家会 很危险啊 对现在改改善了 最近是说呀 你都你这个记者应该知道 这个BBC拍了印度的 这个强奸的这个纪录片嘛 因为是发生了全世界 震惊全世界那个 印度那个黑 黑巴士发生那个轮奸那个案嘛 嗯 结果BBC拍的这个片子啊 在印度 前一阶段 印度官方就进播 但是这件事呢 在印度引起争论 哎 有人就说啊 说BBC这个片子 谁让他们去跟囚犯聊了一个小时 你知道吗 主要因为这个囚犯 这个强奸 这个这几个人呢 大言不惭呢 你说就是说 呃 被强奸这些女人自己就有责任 然后就是说 我们强奸呢 是就是给他们上一课 甚至还有的说什么 好女孩晚上九点钟就不会出门 这个就是说 说如果判我们死刑的话 你说这几个强奸犯说 如果判我们死刑的话 将来的强奸犯不会像我们这么仁慈了 他们会先奸后杀 他们会不会留他活命 我们还把这女的给放了 才把我们抓着 说你判了我们死刑 将来全是先奸后杀 哎 这种公然的 但是当然BBC正是批判的这么一个姿态去拍 可是呢 有一个人就说 说这把我们印度说成一个什么国家了 把我们印度说的对于保护女人完全 是这个这个状况吗 地狱吗 但是另一部分印度的这个评论者 哎 这我发现跟中国有些争论也很相似 就是说 为什么不能让放这个纪录片 这就是事实啊 为什么不能让世人去关注到 印度女性受受受受侮辱的这个事实呢 他他他他这个论调也不新鲜吧 他是印度教吧 在伊斯兰教不是也一样了 就是说为什么要盖起来 因为你露出来就是在勾引男人 就是长你头发就是在勾引男人 所以要盖起来 然后你穿的短你就是没有受保护 对 这就就就就就这论点不仅是 在印度 这什么伊斯兰教 在两岸三地 甚至在美国英国 常听到嘛 好多次的新闻 那些女权主义者出来抗议的是 英国或者美国 这是发生了强暴案 然后那个警察警官出来讲 总是说 那女生要保护自己 不要穿迷你裙上街 不要这样 那这个马上抗议 为什么我们没有穿衣服的自由 对吧 为什么你们没有想方法 让我们保护我们的自由 美国的女权主义者 每年不是有一个运动吗 一年好像做两次的 就叫take back the street 就抢回我们的街道 或者take back the night 抢回我们的晚上 是抗议说 为什么女生不能走在路上 而且不能在晚上走在路上 因为政府没有放足够的资源 来让城市变得安全 所以我们要把它抢回来 take back the night 最近美国有就有一个人 他是拍了一个就是像街拍一样 他就是在自己身上 挂一个手机的那种摄像机 他就一路走在纽约 在马哈顿 你想够现代的一个地方 他就看多少人回头看他 看什么部位这样子 他一路走过来 我看过那个 好像几百次怎么样 他是放在臀部 对对对 然后就是他就拍 我觉得也挺损的 我觉得也挺损的 但他穿的也不是很诱惑 很普通 但就别人看嘛 那么我问你 就比如说一个女人身材 他长得很好 他这个人呢 如果当面这么看 是冒犯你对吧 但是你走过去了 这个男人 就背后看一下 我觉得这没事 我觉得这女的 就偷着垃圾了 但是你这个男的 要是跟着他 你要动手 那就是你错了 而且我发现很多次 那就像他讲那种话 说是因为女人穿的 太暴露的人 他往往还不是说 想给人上课 他反而是在他的 从小的生活当中 跟女性是隔离的 好多时候 就他从小那个环境里面 不允许他接触到女性 他反而是就是特别想去侵犯他们一下 你知道这几个强奸犯 印度这几个强奸犯 他们就 哎真是死到临头 还不知死啊 就是就是说他就说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干 为什么要就是说 强奸这个女的啊 就是说有钱人可以用钱 干他们想干的事 我们没钱 但是我们 我们有的就是勇气 我们通过这些显示出 我们有勇气 我们敢这么干 但是这玩意儿冲女的下手 你是冲更弱的 这就是恐怖主义了 他他不只冲女的下手 我们要回头看 家伙还是说也冲男的下手 男的也都要性侵犯 可是他其他的犯罪率的很高 那你我还是觉得要回到那个制度的层面 因为很简单嘛 贪污很严重嘛 甚至没有抓你 警察来抓你 你摆平花钱可以摆平 然后呢 抓到里面去了法院 除非媒体注意 除非有人抗议 你法院可以摆平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这是很简单嘛 你就可以为恶嘛 假如我们相信人有种种的欲望 对不对 贪财贪权贪色等等 你整个环境是 对 觉得说被抓到的机会是低的 就算被抓到 你能够逃开的机会是高的时候 坦白讲 你机会来了 一定坚的嘛 而且你知道这个 很可怕的 不是 我没有说我 而且 而且有人说 你知道最近印度还出了个事啊 4000多 就在你这 印度东北边的一个什么邦 叫迪马普尔市 好像是这么个名 4000多民众 把监狱砸了 砸监狱不是为了救一个犯人 而是为了一个性侵的一个嫌犯 就是行私刑啊 这4000多人把这个弄出来 活活给打死 拖在地上这个给给托死 到最后 消禁了 就警察来了 他们把警车烧了 你这个后来冲这个人生石头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最后这人给弄死了以后 还把他吊起来 大家可能看不出来 我们这个马赛克打的 已经完全看不见 中间 马赛克的这个部位 就是你看所有的人都拿着手机在拍 还挺高兴的 这样最明显 哎 就是这有时候民众的私刑也有狂欢的性质啊 你知道你再看下边 这就是在印度被禁播的这个BBC的这个记录片里面 这个这个嫌犯啊 强奸的这个嫌犯 哎 义君你翻译一下 女的在强奸当中应该负责比 要比男的更应该去承担责 就是他们的错是女的的错 强奸是女的的错 你瞧 你再看下边 这另一个嫌犯 要给他们上一课 主要是给他们上一课 你说他在牢里还敢能这么说 哎 这个印度这个国家啊 我真是 矛盾结合体 一个方法 对吧 就是最极端的矛盾都在那里 嗯 就是一方面你说宗教的很多善的 你知道我这去去参加这个婚礼啊 我就没想到一个事情 就是说 我以为三天三夜土豪就是狂吃狂喝 是吧 酒吃肉淋 结果印度大部分人口是吃素的 吃了三天素 咖喱他们不得吃个够吗 那个北部还不辣 是吗 狂放辣也不辣 就是这他是在那个北部加尔哥达吗 我觉得他们都很 你跟他们怎么认识这印度富二代 就是 不是 就说起来比较复杂 反正是见货就认识了朋友的朋友 本来新娘 本来结婚那是他的 以前有点瓜葛 以前有点感情的瓜葛 我们是邻邦嘛 这么好的对吧 我还第一次去就是去印度 然后呢 我就发现他们有好多 就特别 就是各种我刚刚说很矛盾的 比如说 在一个博物馆 看到他们就是佛教对吧 这个印度教的东西 跟达尔文什么DNA 人类进化那些都在一起 就是 他们主要是因为一个古老的文明最后 不是他们中间有一段被英国人给统治吗 殖民嘛 所以就是最古老最现代东西在那边的冲突 就是特别的剧烈 真是 而且这个印度这个国家 我最近很多时候就讲他 他这是矛盾的 你比如说这个 咱们说 就最近咱们这个强强谈的话题 中国的那个抗癌药 是吧 一盒要2万多块钱 结果就有一个人跟印度买 印度的那个最后 他好多人一起买的话 最便宜到200多块钱一盒 为什么呢 因为印度这个国家 他就敢专利强制使用 当然他有这个国际法的依据 就是说某些个专利 药品的专利西方 他跟你药厂跟你叫板 就说我印度就可以强制使用 为了人民的健康 你看这是他干的事 最近我们又在说 在深圳机场 看飞机的一帮人 给那个出了车祸 给汽车铲了 你知道吗 就是 好了 人们就说了 说连个看飞机的地方 也不给安排一个观景平台吗 你让为什么让这些想看飞机的 这些民众 这些市民跑到高速公路上去 看看飞机呢 好 我就又想起 你说印度烂七八糟 脏了吧唧的哈 但是 他的很多贫民窟 他就占据中心广场 是吧 市中心是穷人的 你不能让他走 他贫民窟 你也牵不走 你也赶不走 甚至影响到他国家的建设 对就他建那个飞机跑道 就多少年朝不下来 对 可是他穷人就有在这儿待着 甚至是在这儿大小店的权利 你怎么着 对吧 所以这个国家很矛盾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好 好 好 哎 家辉最近有这个反帝国主义的言论 对 我压抑好久了 现在终于要爆发出来了 对 因为刚我们一集说矛盾 很矛盾 什么现代传统 我觉得有一个说法 我一直相信的 那是帝国主义的角度来看 所有被他们去侵略或占领 或者说占领不到的地方 文化都是矛盾的 像他们说印度 什么传统现代矛盾 日本 举花 鱼刀 也矛盾 中国嘛 对不对 这种现代 而且他们是从不可解 不可被征服的角度 来定位你们这种矛盾的 那我觉得 假如可是你回到文化本身 它有一个逻辑 它自己的逻辑 一点都不称为矛盾 它的核心的部分在哪里 这个部分怎么样影响其他的部分 比方说印度 为什么我们看到种种很可怕的新闻 其实最近这两天又有了 一个印度男人 很可怕 强暴一个略带一个六岁的女孩 拿一个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来侵犯他 哪有什么很可怕的 你觉得说根本不把人当人 对不对 甚至他用西行也是蛮大的 OK 因为你想一下有人这样说 到在印度在今天还是维持那种种性阶级的制度 对不对 当他把人 当然他没有以前那么严谨了 有时候是嘴巴说说 有钱能通鬼神 可是基本上他还是把人分等级的 觉得说有些等级的 什么不能做 什么可以做等等 换言之 他整个核心价值 有些不是人 这是非人 non human being OK 当他不是人的时候 他就不会觉得 我要用什么人道 这个那个 所以佛教的兴起 对佛教兴起当时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是凡种种族的 就是人 他倒是就是把你之前的那个种性的东西可以抹掉 众生平等 才吸引人 那时候 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 因为我正好去的是那个加尔戈达 我去之前呢 我还没没意识到是什么地方 卡枯达 加尔戈达 不是特丽莎修女 泰格尔的这个地方 咱们可以看看他拍的一些照片 咱们可以看看这个特里莎默默的 这个是刚才说那个博物馆里面的佛像 博物馆的 这个印度 当年曾经有过这个 英国人 这是英国人修的博物馆 简陀螺 你看这个右下角这个 然后你再看这个下边 就教那个 就达尔文的 在同一个博物馆里面 就是他这种矛盾 什么都教 你再看下边 就是街头那些人就是 这个我太熟悉了 对 特丽莎修女 你想他做好事的地方就是这样 但也没什么改善到现在 就是 街头在就是剃头馆 就这个理发馆 就这样子 你说这能不能理解成这个 幸福社会的一部分呢 我没有觉得 再看下边 这是 这是泰格尔故居 泰格尔怎么弄的有点像列宁的门 再看下边 这是特丽莎修女的学校 特丽莎修女 他这里面是教 他其实很简单 哎呦 是不是发生了谋杀案呢 地底下 水是吧 然后呢 他是男女生都可以去 然后教女生特别有用那个缝纫机 可以会一点这个技能 啊 再看下边 啊 这个是 这是华人了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中国 就华人的一个佛教寺庙 由 现在是给一个基督教的这个团体用来 教街童去上课的 他真是宗教都啊 你再看这个 这是什么 这个是 就是广东人在那的一个会馆 对 甘地和孙中山上面是大家发达 这有一个 特别华人的一个 再看 然后当地的华人他主要是供的是 观音和那个观公 他们认为观公是海神 他们都坐船来的那个地 观音是海神 哦 是观音 观音是海神 但是他们这个地方已经 这个苗已经变成一个打拔将的地方了 哦 哦 哎你接着说说这次的感触 泰格尔呢 我因为我去看了他那个纪念馆啊 有几个事 我倒是之前真的是不太就是我很不了解 第一他们家是有钱人这点我不太知道原来以前 当然了泰格尔以前 对对对对我真还不知道 所以他很有闲嘛 可以做很多事情 第二个就是他们当年啊 他对日本的文化的崇拜 哎呀那时候那个日俄战争以后嘛 就第一次一个东方国家打带了一个西方的这样 就是欧洲的这么一个强权以后 就是印度人对日本的这种崇拜啊 他当时找了很多日本的那个艺术家来 他们这里去做交流 他们修了那种像咱们以前就是那有钱人好像家里有门客一样这样子 就供他们来画画来 你看到他们那个就那一个时期印度的人画的画写的字的风格 就全部是日画的 这样一种这个交流 那么泰格尔他其实有一次他也来中国 但来中国那时候还没什么没有太多人去搭理他 后来他又去日本受到了很大的欢迎 所以他一直很喜欢日本 他认为是东方世界 就东方文明复兴的希望 咱中国派出咱那个才子佳人嘛 徐志摩灵魂音接待他 那个是后来的一次 后来啊 那么所以呢后来就是 但是后来日本侵入中国的时候 他就很他就很生气 他在日本也讲演 就他就说到说虽然你这个文明就是觉得你新奇哈 但是他认为最高等的文明还是对人的尊重 所以他对他这个侵略战争觉得是非常的恼火的这件事情 但我想说什么 刚才你刚才正好说到说这个文明之间的这种关系哈 非中心等等 那我就想到说 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很多文明呢 他是不是有没有一个后花里缘的概念 就说比如说你这种文明快不行 或者有危机的时候 你可以从另一种文明借鉴 比如说欧洲文明快不行的时候 在打在打大仗的时候 美国起来了对吧 他们到美国像去学习民主制度等等 那么日本呢 其实他跟西方文明之间是有借鉴的 对吧 印度跟他也有 我在想那么中国 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反思我们的文明的新的这个复兴力量在哪里的时候 我在想他能从哪里去借鉴呢 中东文明就也是 像这个伊斯兰文明就也是 他一掉下去以后 他旁边有没有什么借鉴呢 他跟基督教文明那么近 他又不敢借鉴 但是他其实还是有的 比如说在北非的那一块 跟地中海文明其实是有是有可以去这个借鉴的 对吧 那么所以我在想中华文明的这个后花园 你这个复兴的新的源泉是在哪里呢 你说现在呢 中华文明啊 本身就是个融合型的文明 对 一直就存在 但这一个是一个误区 就是我们经常认为不是 经常认为我们自己是从一个根里长出来的 对 这是一个误区 中华文明本身就是一个融合了很多文明的这么一个文明 这个情况到现在还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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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我觉得这种融合呀 甚至不是你啊制定政策 要融合还是不要融合 那么简单 本身就自然接触就就就在互相影响 但是政策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 对 已经没停过借鉴吧 像我们从清末开始看好了 学日本 对 学欧美啊 连清朝都要派五大臣出洋取经 游历欧洲回来写报告 很后的报告 我们要学这个那个 那甚至之后各种的思潮进来 坦白讲社会主义 对不对 一直有影响 你不能说没有借鉴啊 社会主义啊 一直进来 我不是说他没有 他要继续 欧洲过来的 对不对 到现在还是用啊 社会主义的还是我们很重要的资源 对不对 问题我们把它放在哪个框框来弄 把它如何摆定 他跟文涛说的中华文明 他有本源的地方 性命 你那个地方 到底怎么样来用 我觉得一直没停过找寻 他说引入这个后花园的借来的资源 可是为了种种原因 也包括了中国的不幸 不断战争 对没停过 你要借静 你要很长的时间 给那个东西要发芽成长出来 对 不断战争了 打完一场又一场 一个乱子又一个乱子 我觉得到现在 比方说 曾经有人说 我们学欧美的 有没有一个普世的东西 普世价值这些东西 现在这个还在辩论 什么叫普世 难道是你说了算了 对不对 那我觉得借鉴这个概念 不是没有 是一直在如何摆定 其实还没 自己中国人的内部 还没谈好 好像以前就说 中国人最纠结的 就是一百年 就现代化 这一百年都纠结 就是古今中西 这几个东西 没摆好 就是说一直 不光是中国 第三十届国家都纠结 你和自己的古代 你和西方的关系 一直在终结 所以印度肯定也是这样 是吧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像嘉辉刚才讲的这个 他对印度当年有个印象 中国诗就叫猪门九肉臭路有冻死骨 但是你发现没有 猪门九肉臭路有冻死骨 这个话里头包含着一种感情色彩 就是说一种恨 对吧 就是一种恨 这是一种对比 但是你在印度参加这个富二代婚礼 你觉得有没有这种贫富的这种恨 对我当时我也问他们 我就说你们就是贫富差距那么大 你为什么不向那些穷人去施舍 直接你给你想那些小孩光着屁股在街上 你干嘛不给他们钱 把他们这个照顾一下 他们说这个不是我们把我自己的钱全部给他就能解决的问题 反而他觉得我这个钱用在什么呢 我跟有几个人交谈 他们就说 现在他们新的就是这个总理啊 这个莫迪也是想要整个把这些古城去清理啊 怎么样去帮助他们等等 还有当中有一个富豪 他就跟我讲到说 他当年的时候就还没钱的时候 是给特利沙修女他见过他 而且给他做 就是他说我去找他 他自己是一个印度教徒 那特利沙修女是这个基督教徒吗 他就去找他说我该为你来做什么 然后他就说啊年说年轻人 你把那个找街上啊 最穷的快死掉的人给我拉回来 就是说他当时也不能改变他们太多的生活条件 而是只是给他们临终前的一种尊严的照顾 你拉回来在他那个地方最后的这一段时间 给你一点尊严仅此而已 他们就认为你不可能通过个人的力量 去改变那么多 而是要从一个整个系统上改 那么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他 很多人说是他们这个是民主制度的问题 但是他们就是官僚主义 然后贪污腐败真的很严重 还有那种高速路你看的 几十年都通不了 就是他说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跟他讲说你要干嘛干嘛 他们下面根本就不听 还有一个他们说印度的个人啊 个体意识太强 他不听老板的话 就企业主他说我自己打电话回去 跟我下面的下属讲话 他说你们中国的企业那都吓死了 但老板发话 下面的人根本就不当回事 我跟他说完他又换个主意 就他们个人意识特别的强 那有没有现在有没有可能他这个种姓啊 比如说老板是个守托罗 但是他给他下面打工的是个婆罗门 有没有这种情况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这你打电话 你这老板给他分本身打 哎婆罗门 但有意思是 我外面在那的中国人 还是有这种心态的 就是说他们已经是在印度生 拿印度的这个护照 跟我说话的时候 他们比如讲广东话 他们说的茶也不一样 说中国菜他们叫唐人菜 比如说 但一说到他们下面打工的 他说黑鬼 你知道 中国人最不喜欢就是黑人 还有印度人嘛 香港话叫阿叉嘛 到今天还是挂在嘴边 就积极的概念 像我母亲经常 比方说骂骂小孩骂什么 就特别骂女生 就说你这样子啊 阿叉都没有了 连印度人都不要了 好像好像变得 他连印度人最不好的人 都不会喜欢娶你 对 我在香港 我就当年发现 他有很多歧视性的一些词 像摩罗叉 摩罗叉 摩罗叉 摩罗就是 也是从那边台的人 包着头 那些摩罗 对对对 就是我记得我平时 头一回来香港啊 就给人骗走了这个钱 就当时我很少见到外国人 我看见外国人 我觉得天生友好 对吧 他就说我看看你的钱包 我就给他看 他看了一下 你知道什么叫切会的吗 他就看了一下 他没干什么 就这样 把那个大张放在了下边 然后谢谢给还了我 再会我一看 这大张底下都抽走了 后来呢 香港警察就说 你以为是法国人呢 那是哪 我先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摩罗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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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儿 摩罗叉 摩罗叉 我们转回 Kes cog 其他的 äm项 的话 Haus 这 可